還要來看到這一位網紅 你應該認識他 他叫做滴妹 現在就跟著哥哥阿滴的腳步 開了飲料店 開幕第一天就出現了排隊人潮 找出來就是我覺得哪樣的比例 配成小藍這種茶是最好喝的 網紅滴妹清調飲料 跟斥資百萬元來開店 一開幕就掀起話題 中午時刻飲料店已經排起了 長長的人籠 甚至排起了紅籠來維持秩序 然而是滴妹的飲料店開幕了 甚至有粉絲排了兩個小時 造型白雲還有軟糊糊的床墊 提供網美們拍照打卡 雖然有網友質疑 看不出這間店有什麼優勢 能贏過Coco和50欄 但還是有粉絲到場支持 對 11點到就要兩個小時半 昨天原本有來 之後人太多了買不到 所以第二天就特別有來 11點多到 然後他就說就是先發號碼牌 然後說12點半再來這樣 網路上面看到的 然後他平常就在看他們的節目 隔壁店家也沒在讓 迷克夏之前才在零確診時推出88折 貓起來喝也有買20送三杯的優惠 光南洋街就有10間的手搖飲 連藝人納豆也曾在附近插旗 納豆在大概一年之前 也在這附近有開一間手搖飲店 但其實好像也沒有多久就收掉了 網紅或者是明星的加持 對年輕人來說是有利的吸引力 那他們如果開手搖飲店 可能會有三個月到半年的 這個熱潮 可能會有排隊效應 但是我覺得到最後還是要回歸 產品的本質 飲料店開張容易 但要穩定經營可不簡單 以餐飲業的收支結構來看 食材成本佔了40% 租金跟人事還有稅金各佔兩成 特別是寸土寸金的南洋街 一瓶的租金就要價6到8萬元 如果以50元的珍奶來看 毛利大約佔3成4 一杯約賺了17.3塊錢 看來網紅想擠進一級戰區 也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容易 東森財經新聞 學校主劉子騰 台北再訪報導